澳洲一位律师在网络拍卖平台上拍下一把日本刀 经查证后发现此日本刀为日本鹿尔岛神功在二战结束时为师的一把日本国宝刀无名则重 居住在澳洲 原为律师的Brooks 四年前在网络拍卖平台上发现了一把他见过最出色的日本刀 因此便用5300美元约41400港币将其买下 后期经过一轮观察发现 此刀与日本鹿尔岛神功在二战为师的一把日本国宝刀无名则重的特征非常相似 因刀上的刃长和刀型上雕刻的名文与无名一致 套在刀鞘上的纸张上也写有一段模糊的XX导神功字 除文字之外 纸张上一写有两个号码 分别是32与81 Brooks透过向神功查证后 确定此刀为无名则重 Brooks希望在生前都可以拥有这把无名则重 但带他去世后 他愿意将无名则重送还鹿尔岛神功 鹿尔岛神功惊讶地表示 很高兴可以将继承这把刀 无名则重二战前被日本政府指定为国宝 战后被总司令部GHQ接收后 下落不明 则重是日本连仓时代的刀将 约在距今200多年前 当时的萨摩藩主把他所打造的无名则重 敬献给鹿尔岛神功 据统计 日本下落不明的重要文化财产多达142件 其中72件为刀剑战半数以上 谢谢大家 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